我没有想到,我竟被一句预言救了一命,这么离奇的事情,让我对这个世界的真实产生了怀疑,那是我19岁的那年,我目睹了一场杀人案,凶手发现了我,准备杀我灭口,我受伤时,说了一句话,结果他竟然跑了,许多年后凶手落网,记者们如今写的鲨鱼般追踪我的痕迹,那一刻我才突然意识到,曾经救我命的那句话,竟是一句预言。 一连环杀人犯陈岭落网后,反应极为平静,他向警方一一供述了他还记得住的罪行。换言之,也有不少记不住了。丧心病狂,丧尽天良,不足以形容其所作所为。据他所说,只要时间地点合适,并且起了杀心,他就一定会下手,只有一次例外。 1998年的除夕夜,他放过了一个女孩,当时那女孩年仅19岁。如今18年过去,那女孩也年近中年了。 供述到这里,陈岭意识到,十几次丧心病狂中的一次良心发现,并不会影响他被判处死刑,于是不再多言,随便几句,那天,是过年,忽然不想杀了,堂塞了过去。 二,陈岭被执行死刑后,有关其唯一一次良心发现的传言,甚嚣沉上。 一切猜测,指向了某地方美院老师,贺之。 各路媒体记者,闻风而动。 显然,像陈岭那样的变态杀人魔,不可能因为那天,是过年,忽然不想杀了,而放过一个,极有可能向大众记录自己罪行的人。 一定另有隐情。 二,我是贺之,一个没名气的画家,供职于一所地方美院。 日常就是教书,画画,偶尔举办个人宅。 我性格孤僻,心理敏感脆弱,对精神问题持久困扰,尤其惧怕受人关注。 直到连环杀人犯,陈岭令我名声大噪。 他放过我的真正原因,只有我和他两人知道。 1998年,那个惊心动魄的除夕夜。 他的手攥住我的脖梗时,我拼尽全力说了一句话。 他便放了我。 我死里逃生。 三,请你告诉我,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。 所有记者中,纠缠我最凶最久的那一位,叫陆泽明。 那是可怕的经历,我不想再去回忆。 陆泽明纠缠了我一个多月,我无数次拒绝他。 他是那种不达目的,事不罢休的小报记者,仿佛已经把这次访谈当作了人生追求。 贺老师,只要你告诉我答案,让我做什么都可以。 面对他的执着,我不能说没有感动,但我并非不愿,而是根本不敢提起那天的故事。 我担心一旦提起往事,事态就会无法控制。 四,直到那一天,助理打来电话,今天陆记者看了你的展,我正正地听助理说完,无声地笑了笑。 原来如此,原来如此。 五咚咚咚。 正巧,陆泽明敲响了画室的门。 他进门,尚未开口,我已表现出欢迎的态度。 我决定接受你的采访了。 陆泽明很诧异,一时手足无措。 我深吸一口气,向他坦言。 那一年除夕,我死里逃生。 陈岭的手钻住我的脖梗时,我说了一句话,一句预言。 然后他就放了我。 当时我也没觉得那是预言,是直到十八年后的现在才意识到的。 我忽然意识到,是一语成衬的时候了。 我艰难地说。 从头开始,慢慢说吧。 我叹了口气,拿起水壶倒了两杯水,请喝水。 他很谨慎,看到我先喝了,他才喝。 访谈正式开始。 陆泽明简要介绍陈岭的情况。 连环杀人犯陈岭,十几年来,作案不下十余起,受害者均为女性,第一次犯案,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,均为无差别杀人。 陈岭落网后,他供述的具体细节,警方自然是不便透露出来的。 直到死刑执行过后,才有关于其良心发现的传言传出,也就牵扯到了贺老师你身上。 是的。 据陈岭所说,他是因为那天是过年忽然不想杀了而放了你,这显然是不可能的。 为什么? 我们调查过陈岭的童年经历,他父亲早亡,童年都和母亲相依为命。 后来他和母亲双双被歹人绑架,母亲的娘家穷困出不起钱,他母亲就被撕票了。 他很小就孤身一人,远赴外省打工。 变态杀人魔,往往都会有这样悲惨的家庭背景。 我回想了一番,这个事情,陈岭好像也和我讲过。 陆泽民追问,他和你讲过? 所以他是把你当自己人了,还是你们原本就认识? 不认识,也不是自己人。 他是无差别杀人,我们是偶遇。 我又一次澄清,我不是他的共犯,我没做过坏事。 我切回正题,所以你讲他的童年经历,想说明什么? 说明他没有家。 没有家,也就没有过年。 中国人的过年和家庭的关系是很密切的。 过年时,他看着别人和家欢乐,说不定还会更加愤怒,更加极端。 所以那天是过年这个原因对他来说,显得太正常了,反而就不正常了。 我表示同意,我明白。 没有家,也就没有过年,这点我确实深有感触,我是孤儿,出生就被抛弃的那种,也没有家。 陆泽民连忙道歉,气氛一时有些凝重。 他环顾四周,转移话题,我看了你的展。 不必客套。 我虽然神精致,但也知道自己几斤几两。 我是个没什么天赋的人,只有出道作品是画得最好的,出道极巅峰。 但我很喜欢。 我通过你的作品,想到了我妈妈,陆泽民说,所以我来找你,不仅仅是因为陈岭那件事,也有个人私心。 我问,是那幅女神? 你怎么知道? 女神就是我的出道作品,也是我最好的作品。 唯有极致的激情能让我画出好画,也唯有女神是在这样的状态下完成的。 随后几十年画出的,都是平庸之作。 当年女神经验了画坛,很多人想买这幅画,说,女神让她们感受到了赤裂的爱情。 陆泽民皱眉道,爱情? 是的。 画中的女人面朝画跨外的世界,悲伤却含情的眼波流转,仰视着你,向你伸手,表达对你的渴求。 很多人都说,画中的女人淫荡而圣洁,能激发人的保护欲,是最完美的爱人。 不过看起来,你似乎有不同的感受。 不,不是爱情,是亲情。 陆泽民笃定地说,那幅画画的不是爱人,而是母亲,不是热烈的仰视,而是恋爱的俯视, 手不是向上伸出,而是向下垂落,不是渴求,不是渴望被保护,而是奉献,是想施予保护。 我感到心脏砰砰直跳,越跳越快,我继续追问,这么看来,你的感受完全相反。 相当于,别人是把画中的女人压在身下看,你是举在头顶看,也就有了画中女人是仰视还是俯视的区别。 那么,你为什么会有完全相反的感受? 陆泽民低声说,我不可能把画中的女人看作爱人,因为那张脸和我失散多年的母亲非常像。 有极大可能,你画的就是我母亲。 你的母亲? 难以置信,会有这要巧吗? 陆泽民沉溺片刻,我也不能完全确定,我想知道你这幅画的模特在哪里,以及我能买下这幅画吗? 我说,那你先说说你的故事吧。 交易是平等的,你想从我这里了解陈琳,我也得从你那里了解你母亲。 陆泽民冷静下来,这就是你决定接受我采访的原因。 不全是,你知道我今天去看了你的展? 刚知道。 晚上来画室时,我的助理打电话给我,讲到了你。 你看展时说那幅画像你的母亲,想买下它。 说女神是母亲,你是头一个。 陆泽民连忙说,我是真的想买下这幅画。 我有我的坚持,那么请开始说吧。 你的故事,六入记者说出了他的故事,我出生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,那是我五岁时的事了,却是我多年的心结。 我父母原本都是工人,家庭虽然不算富裕,但也很幸福。 后来赶上九十年代下岗大潮,我家没能幸免,父母双双下岗。 家里一时断了所有的生活来源,日子过得非常困难,印象中搬了好几次家,住的地方越来越小,越来越阴暗。 家里穷困得接不开锅。 母亲出去摆摊卖烧饼挣钱,结果摊子被人砸了,父亲想跟着同乡出国打黑工,结果被人骗光了路费。 父母每天都要去菜市场捡菜皮,碎肉,去晚了捡不到,因为当时抢菜皮的下岗工人家庭非常多。 每天一家人围着空桌子喝西米汤是常态,家里永远能听见父母的安生叹气。 我年纪小,也想帮家里减轻负担,就跟着别人去河里摸鱼,结果因为太饿了滴血糖,脑子一晕眼前一花,就一头扎进了河里,差点淹死。 被救上来后,我得了溺水性肺炎,家庭状况雪上加霜,陆泽明说不下去了,眼中有泪光闪烁。 说到底,他现在也只有二十来岁,如果不是悲惨的童年使然,不至于养成这么偏执的性格。 我比他年长许多,却也不好多加评价,只能说,我能理解,我也经历过那个混乱的年代。 后来呢?后来,有人想娶我妈妈。 陆泽明金色地说,为了五百块钱,我爸就让我妈跟着那人走了,那人保证会一辈子会对妈妈好。 这是我五岁时候的事,年纪太小了,很多细节都忘了,但是妈妈上火车时回头看我那一幕,永远忘不了。 隔着人山人海,他就是用那样恋爱的,悲戚的眼神,远远凝望着我,像我伸出手,像你画的那样,可又断然放下了,扭头消失在了黑洞洞的火车中。 我大哭着喊妈妈,对我爸死死拉住。 不让追,那面火车就开走了,再也没有回来。 小时候我很怨恨妈妈,不明白妈妈为什么不要我,长大了才明白了。 后来没几年,我爸打工太拼命,生病死了。 所以,你说你是孤儿,其实我也是,区别可能就在于我曾经拥有过父爱母爱。 拥有过就会有念想,这很痛苦。 我说,失去和从未得到是两种痛苦。 我确实对从未得到的东西理解力不够,但我也会憧憬母爱。 后来呢? 陆泽民继续讲述,我十五岁的时候,就有当记者的钳制了,写文章很好。 我在我们当地报纸上写文章,还连载过一部小说。 我拼命地写,没日没夜地写,靠写文章赚了五百多块。 经过多方打听,我终于找到了当年带走我妈妈的人,我想把妈妈接回来。 那人拿着我的五百块钱,拉着我吃肉,喝酒,到处乱逛,就是不说。 花光了最后一块钱,他才告诉我,他带走妈妈一年后,就又把妈妈转手了, 卖给了那种,你懂吗?就是那种做皮肉生意的人,说到这里,陆泽民落下泪来。 我叹了一口气,我懂了。 所以我画出了那幅画,所有人看到的都是热情赤裂的爱人,只有你看见的是母亲。 你别哭,喝点水。 陆泽民落寞道,从此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妈妈。 是不是挺可悲的? 我说,十几年了,我都庸庸碌碌,就女神这一幅好作品。 我也挺可悲的。 陆泽民,每个人对可悲的定义不一样。 我真心希望家庭圆满,希望妈妈不要受那种苦,希望爸爸不要生病,可是时间无法倒流,即便倒流,也没有更好的办法。 算了,我不想再回忆过去了。 我,我家庭也不圆满,但对我来说远算不上可悲。 我只觉得我的职业生涯一塌糊涂,这很可悲。 他反过来安慰我,不是每个画家都能成为名家,画出让自己满意的作品也就行了。 我点点头,是啊,我也不追求成名。 我就是想再画一幅像女神那样让我自己满意的作品,作为我职业生涯的终结。 不,应该是画出来的那一刻,职业生涯就结束了。 我一直想给女神画续篇,但始终难以下笔。 路泽民大惑不解,你还不满四十岁,为什么职业生涯要结束? 你生病了吗? 没有。 总而言之,一个画家,只在职业生涯的一头一尾才有好作品,这听起来真可悲。 但是我没办法,我的圆满最多只能这样。 我不太理解,我自顾自地说,我想画女神的序,就是想画出女神眼中所看到的景象,或者看到的人。 所有人都说画中女神在看爱人,既然他们认为女神是爱人,那女神在看的自然也是爱人。 但我下不了笔,总觉得哪里不对。 所以我一直在等待一个真正理解的人,来为我指点迷津。 很幸运,我等到了你。 之前一直拒绝你采访,是我有眼无珠。 路泽民问,那么你为什么相信我的理解就是正确的? 起码,我和你看画的角度是一样的。 我低声说,当年这幅画的模特,我是仰视着看到她的。 路泽民仍然不解。 就是自灭意义上的,仰视。 她在上面,我在下面,而非其他人所认为的女神在下。 这就要回到访谈的正题上了,杀人魔陈领。 这幅画,和陈领有关系吗? 嗯。 如果你仔细看,会发现这幅画的左下角,注明了创作时间,和我遇到陈领是同一年,1998年。 其实就是那年过年时候发生的事。 路泽民垂下眼睛,我已经有了不好的预感。 怎么说? 陈领供述过,他杀害的人有不少是卖淫女,从事这种买卖的女人,通常不会有人关心其死活,不会有人打停其下落。 受害者往往就死不见尸,无从讨证了,说到这里,路泽民目光闪烁,声音发抖。 我安慰他,虽然我想带入你母亲的故事,来丰富我这幅画,可现实中,我遇见的不一定就是你母亲呢。 你也知道,90年代的下岗朝下,生活不易,到处都很乱,红灯区满地,大把狮族妇女。 好吧,我们还是回到访谈的主题。 你请说吧,你遭遇陈领后,到底发生了什么? 七我说出了我的故事,之前我已经说过,我是孤儿,刚出生就被抛弃的那种。 那个年代,除了后来的下岗朝,还有七英朝。 宏观来看,这很正常,女英嘛。 可是落在个人身上,就是悲剧的开始。 我从小身体不好,身体不好,就连带精神也不好,进一步又会影响身体,就是一种恶性循环。 再加上大环境那么糟糕,我能活下来,已经算是福大命大。 童年各种遭遇不讲也罢,我主要是想说明,我从小心里就不太健康。 思考问题的方式,也和别人不太一样。 但我没有做过坏事。 我唯一的念想,就是画画。 画画可以让我暂时脱离现实,所以不打工的时候我都在画。 我没什么天赋,只靠后天练习,水平还行,但没有灵气。 当时我联系上一个美院老师,她说如果我能画出打动她的作品,她可以不收学费,让我进美院读书。 她这么说,其实也是一种委婉的拒绝。 后来我遇到一个小卖铺的老板娘,对我真的很好。 她让我帮她看店,付我工资,看店的时候我都可以画画。 有一年过年,他们夫妻俩要回老家,看我孤零零一个人,问我要不要和他们一起回去过年,我婉拒了。 她就让我过年住到她家去,可以住得舒服一点。 她家是楼房,条件比较好,装了坐机电话的那种,那时候装坐机电话是很贵的。 事情就发生在那一年过年。 1998年,除夕夜,我一个人在小卖铺老板娘的家里看春晚。 我完全无法被欢歌笑语的气氛感染,于是幼稚起画板想画画,可以毫无头绪,瞪着空白画纸,迟迟不能下笔。 临近午夜零点,春晚进入了喜气洋洋的倒计时阶段,十、九、八、新的一年即将开始,或许一切会向好处发展。 我看见阳台外下雪了,心情多少有些起色,于是裹了棉袄走到阳台,伸手去接飘扬的雪花。 从这个伸手出去接的动作开始,一切就脱轨了。 雪白的,一片,两片,黑色的,一滴,两滴,我困惑地看着手心粘稠的暗色液体,凑近闻了闻,甜,心,是血。 然后我就像个生了秀,不灵敏地发条,僵直着脖梗,缓缓向上转动。 整个身体全部仰靠在铁栏杆上,我蹬大双眼朝楼上那户看去。 这一刻,春晚倒计时数到一,过年好。 四面八方爆发出混沌而隆隆的响声,进处霹雳啪啦放起鞭炮,一枚烟花泵射至中空, 促然绽放,顺时的亮光让我看得更清楚,我楼上那一户,一个女人的半个身子都伸出了阳台栏杆的外延。 她向下,我向上,那张悲伤的,刚刚死去的脸正好与我正面相对。 她就这么头朝下挂在那儿,看着我,一条手臂伸下来,乐无声气地垂落着,伸向我。 血爬过她的手臂,像冬日行将枯竭的溪流,迟缓而庄重地往下躺,躺到指尖低落。 我精神压抑了太久了,这一刻一切感受都到达了顶点,我再也无法忍受。 我放声尖叫,声音淹没在了鞭炮的巨响中,但楼上似乎有所察觉。 几乎在我尖叫的下一秒,那只滴血的手就迅速收进了阳台。 有人将那只手的主人往上拖,拖回去了。 而理所当然的,很快那个人就会探出头往下看。 即便是生了秀,不灵敏地发条,拧紧了也能血积出极大的势能,我煞时停止了尖叫,拖拖一般快速冲进屋内。 迅速关灯,关电视,脚步放轻如猫走屋檐,快而安静。 做完这一切,我蜷缩在沙发边,金银在黑暗中,死死盯着房门。 这栋楼有六层,每层八户。 我在第三层,302,楼上是第四层,402。 跨年的烟火鞭炮声会影响他的判断,凶手有可能不知道尖叫声是哪层楼发出的,不知道是哪一户发出的。 如果他下楼查看,发现这里没亮灯,他有可能认定下方的302是家中无人,从而排除选项。 楼道里的灯亮了,微弱的光透过下面的门缝,丝丝渗透,却有两处遮挡。 一双脚停在了我的门口,那双脚站定了很久,没有任何动作,可能是在厅屋里的动静。 足有一分钟,敲门声响起了,不紧不慢的,咚,咚,咚,隔几秒敲三下。 有人在家吗? 咚,咚,咚,东西掉你家阳台了,有人在家吗? 一个男人的声音,似笑非笑,扣扣扣,扣扣扣,敲扣扣,敲门声越来越急,击打着我的耳膜,也击打着我脆弱的神经。 我平住呼吸,门外的男人敲了一分钟后,提脚离开了。 这时候我松了一口气,本应该立即起身去报警。 刚刚我说过,这个家里是有电话的,可我竟然没有报警。 我原地发了一会儿呆,好像就对凶手选择性失忆了。 我非常害怕,同时也非常兴奋,我满脑子都是那具女士半个身子垂下来,俯视着我的样子。 她的死深深硬刻在我的脑海,让我的灵魂受到极大震撼。 我太想把她画下来了。 于是我就坐到画板前,直接在黑暗中,借着外面烟花忽明忽暗的光亮,开始画。 大约一个小时后,我听见有金属碰撞的声音,以及重物落地声。 我才猛然反应过来。 凶手在阳台。 阳台是没有封的,只有镂空的栏杆。 阳台到室内的门也没有锁。 楼上的男人,跳到了我的阳台。 随后走到了客厅。 公寓太小,我做不了任何抗争。 我像被定住了一般,僵直着坐在那里,感受着森冷的气息步步逼近。 突然间,一只手攥住了我的喉咙。 吧,然后呢? 陆泽民急切追问。 我继续讲述,下雪了,陈领说,栏杆上落了雪,除了你挡住的部分,他冷笑着,手开始用尽,那种窒息感我至今记忆犹新。 我明白了,他从楼上往下看,只有你的阳台栏杆上有一段没有积雪。 因为你目击时,是半身仰铐在栏杆上,把那块雪蹭掉了。 陆泽民了然道。 是的,所以他笃定是我,就直接找上门来。 然后呢? 他掐住了你的脖子,冰死时刻,你说了什么? 我的脖子快被掐断了,头脑就忽然冷静下来。 我说了什么,你想不到吗? 陆泽民摇摇头,想不到,你说那句话是个预言。 准确地说,我说了两句,头一句让他松开了我,后一句让他放了我。 后一句才是预言,我真的想不到。 我点点头,好吧,你之前说,我是清醒的利己主义者,我是以为然。 利己,这不用说了,关键是清醒。 别卖关子了,人不可能凭空利己。 任何交易都是对等的,要利己就得利人,比如说这次访谈,我想得到陆记者你的故事,就得让你得到我的故事。 同样的,要阻止他人不利我,我就得不利他。 陈领攥住我脖子的那一刻,我就意识到这是一笔关于人命的交易,他想取我性命,我就得让他知道,取我性命有代价。 陆泽民若有所思,可你不是忘了报警吗?他哪来的代价? 我说,是啊,所以我得想办法弥补这个过失。 所以,你到底说了什么? 看来,你还是没有听明白我的意思。 我无奈到,现在我以陈领为例。 之前我说过,陈领很聪明,聪明到毫无人性,知道为什么吗? 为什么?因为他是更加清醒,聪明,毫无人性的利己主义者,更明白交易的本质。 他的童年,世纪你也了解过,他曾经和母亲一起被歹人绑架,母亲娘家穷困没什么钱,于是他母亲被撕票了。 是的。 等等,我好像意识到不对了。 既然拿不到钱要撕票,为什么唯独将他母亲撕票,而放了他? 这正是问题所在。 我说道,因为杀他母亲的不是歹人,而是陈领自己。 什么? 没钱赎身,歹人不可能就这样将他们放了,没有哪个坏人会相信我绝对不会报警这种空口无凭的保证。 所以,陈领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,让歹人录下了他世母的罪证,进行了一场关于人命的交易。 双方互相握有对方的把柄,甚至陈领犯的罪还更严重,歹人这才能相信陈领绝对不会告发他,而后放了陈领。 陆泽民瞠目结舌,确实,确实是有这样的手段,但我真没想到他能如此冷血,果然是变态杀人魔。 那么,难道你也,我没有,当时就我和陈领两个人,我能杀谁?我只能利用之前的错误,赌一把。 陆泽民问,是指报警吗?我点头,嗯。 他攥住我的脖子时,我拼尽全力问他我为什么不报警,然后我指给他看,不远处就是坐机电话。 陆泽民皱眉道,你问他有什么用,难道他能相信你不报警是想包庇他这种鬼话? 我说,当然不是,换个角度想,一个人目击杀人现场,暂时安全后不报警,有多大概率是像我这样精神不正常,一心想着把楼上女人的尸体画下来,而忘记报警这回事的。 这概率确实很低。 我点点头,所以我利用这次错误,向陈领撒了一个谎,不报警是因为不能报警,是因为我不能和警察有牵连。 我告诉他,我是通缉犯,警察正在追捕我。 他杀过人,我也一样,我不可能会去报警。 我们互相掌握对方的把柄,如此,我们都不会供出对方,他也就没必要杀我灭口。 杀了我反而更麻烦,因为我已经在警方通缉名单里了,他还暂时安全,没必要和我牵扯上。 原来如此,陆泽明仍然不解,可你这个和陈领被绑架不同,你是空口无凭。 他凭什么就会相信你是通缉犯,只凭你不报警,就可以完全相信吗? 他确实可以不相信,但不杀我的好处总是多于坏处的。 看见女士后,我为了假装家里没人,冲进屋子关了灯,画画时也没开,她闯进来时也蒙了脸,我根本不知道她长什么样。 那个年代,各种技术侦查手段都不成熟,很多都是靠证人指认。 我不知道她长什么样,她就只要把我捆了或者打晕,再跑路就是了。 但不管怎么说,都是冒险的,我确实是赌了一把,还赌对了。 她不光放了我,还跟我讲了她以前被绑架的事。 给我的感觉就好像是,她对我有一种惺惺相惜的感情。 路泽民神情有些古怪,好吧,惺惺相惜,你和陈岭惺惺相惜,我说,是啊。 哈哈,我总感觉有点不太对劲。 等等,我好像遗漏了什么,让我想想,路泽民的目光游异起来,你看起来好像不舒服。 我关切道,确实不舒服,差不多半个小时前就有了。 路泽民用力闭了闭眼睛。 什么感觉?身体没力气,头也晕,怎么,路泽民猛然抬眼,死死瞪着我。 桌上的水杯被打落在地。 酒,只是一些镇静催眠类的药物。 我从旁边拿了一条绳子,是我的常用药。 当然这个剂量我已经耐受了,对你影响比较大罢了。 你想做什么,路泽民努力抑制住困意,撑着桌子缓缓站起,又摔倒在地。 我来提醒你,你遗漏了什么? 我起身,走到他旁边蹲下,是预言。 我是通缉犯,这是一句预言。 跨越近二十年,当年的预言如今即将成真了。 为什么,路泽民的眼中满是恐惧? 我将绳子缓缓绕过他的脖梗。 遭遇陈岭,对常人来说,或许是厄运,但对我来说,却是恩赐,是上帝对我这种没有天赋的人的恩赐。 绳子在紧后交叉,路泽民挣扎着想往门口爬。 他让我明白,我不是真的没有天赋,只是天赋的开关和常人不同。 绳子开始收紧,我最好的作品,即是出道作品《女神》,画的正是那一年除夕,楼上的女人向下垂落的尸体。 我带着那幅画去见美院老师,他真的被打动了,他看着那幅画感叹是爱情啊,随后就免了我的学费,让我去上课。 可是我后来,再也没能画出好作品。 绳子收紧,路泽民感到灭顶的窒息。 我不断回忆当年画女神时的心理状态,紧张,刺激,亢奋,心外无误。 只要让心理状态变成这样,我就能画好画。 这些年,我尝试了很多办法,酗酒,飙车,甚至嗑药,我的精神被无度地放纵,摧残得破败不堪。 可是无论我怎么折腾自己,我都无法达到我想要的那个状态。 多年来所有失败的尝试,都在不断向我证明,只有死亡,只有亲眼目睹人类的死亡,才可以。 绳子继续收紧。 路泽民痛苦地扮扬起上半身,向上伸手,渴求某种无形的庇护。 我赞许道,很好,这种姿势,就要这种姿势。 请你再维持一会儿。 十八年前遇到陈领行凶,是幸运的,我因此造就了女神。 人的一生有多大概率会偶遇杀人犯,又有多大概率亲眼见到杀人犯所杀的人。 可遇而不可求。 人不可能总有这种邪门的好运气,一生一次足矣。 还想要,就得自己主动争取。 这些年,我一直在忍受平庸的痛苦,也一直在克制杀人的欲望。 前者最终还是战胜了后者。 陈领落网了,让我更加意识到,我不能再被动等待,不能再仰赖他人相助,我只能自己动手,主动创造人类的死亡。 绳子深深勒进皮肉。 我知道,一旦动手,就意味着沦陷,意味着我职业生涯的终结。 但这是圆满的终结,比无望而无畏的存续更有意义。 太痛苦了,我怎能接受,曾画出女神的我,永远平庸下去。 我接受不了,这十几年,我就是一具行尸走肉。 为了不要杀人,我活活忍受了十几年。 现在,我终于可以画出女神的续篇了。 上帝把女神的孩子送到了我面前。 这一个多月你一直纠缠我,我拒绝了无数次,你都不肯走,原来这是天意啊。 我不能,你不应该再忍下去了。 直觉告诉我,画中的女神和你,就是母子。 你去天堂与母亲团聚,这成就了你的圆满,而你的现身,也将成就我的圆满。 皆大欢喜。 十以上,就是我要供述的全部内容。 我平静地说,一个小时前,警察来到这间位于美院西楼的偏僻画室,看到了一个人,一具尸体和两幅画。 一幅是女神,现更名为母,另一幅是子。 母中描绘的是一个母亲垂下身体,怜爱地向下伸手,想施予保护。 子中描绘的是一个孩子摔倒了,半两起上半身向上伸手,渴求母亲的保护。 人物造型均是正面朝向画框之外。 两幅画的观赏方式是,正面相对,母在上,子在下,因此画中二人直直看向前的眼睛,终于有了焦点。 他们都完整了。 这两幅画,有什么故事吗? 警察发问。 母亲坐上离家的火车,从窗口探下身子,伸手向下。 想最后抚慰一下她的孩子,孩子追赶火车,却摔倒在地,只能向着母亲离去的方向,徒劳伸手去挽留。 是陆记者的故事。 警察说,好了,走吧。 警方准备押我回公安局。 走到门口,警察似乎仍有不甘,又问,所以他们是不是真的母子? 我说,目前我只能不负责任的,通过直觉认为他们是母子。 但是,我确实也希望能有个科学的论断,也就是得到第一能检验的证实,这样才算圆满。 这就需要警察同志帮忙了。 警察摇头,做不了。 你所说的那个除夕夜死去的女人,死不见尸,无从考证。 我甚至认为,那是你的一响。 它当然是真实存在的。 我深深地说,那一夜在阳台上,我向外伸出手,想接雪花,不曾想,它滴落了两滴血在我的掌心。 这是故事的开始,也应当是故事的结尾。 那两滴血,就在我的画上,麻烦警官拿去验吧。 第二个故事,我叫成也,是一名开索师傅。 这天半夜,我突然接到了一个求助电话。 求助人是一个女人,变化一接通,她便带着哭腔说道,师傅,你是那个开锁公司的吗? 是的,你是想要开锁吗? 我心想,终于有活干了。 变化那边的女人又问道,师傅,你是什么锁都能开吗? 对。 在我表示了肯定之后,变化那边的女人竟然直接哭了出来。 而她的下一句话,则是让我直接震惊地瞪大了双眼。 呜呜呜,那我想问一下,我和我们家的狗锁一起了,还能开吗? 听到女人的话,我当时就猛了,啊? 什么锁? 毫不夸张地说,我当了七八年的开锁师傅,还从来没有接到过这种开锁的活。 一个女人和狗锁在了一块,我还没有弄明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,变化里女人的哭声变得更大了。 呜呜,我,我和我们家狗闹着玩,结果跟狗锁一起了呜,啊? 我皱了皱眉头,还是没搞清楚是怎么一回事。 于是我耐心地问道,你是用的什么锁? 大锁还是小锁? 电话里,女人崩溃地边哭边喊道,是狗? 我家的狗? 我还是摸不着头脑,正想着是不是遇到恶作剧电话了,结果一看电话号码,竟然是一串熟悉的数字。 立刻,我就想起了这个号码的主人,明星花园十三栋七杠二的女业主,师傑。 至于我为什么熟悉这串数字,除了我之前给她家开过门锁之外,最主要的原因在于,她长得实在是漂亮。 那是在两个月前,师傑的钥匙落在了家里,正好看到我贴在楼道里的小广告,于是便让我去上门开锁。 我顺着师傑提供的地址,来到了明星花园十三栋七杠二,一眼便看到提着菜篮子的师傑。 我现在还记得,那天师傑穿着一身白色的连衣裙,留着披肩的长发,化着淡妆,扭着一双水灵灵的眼睛,一双细眉正交集地凑在一起。 当时我就惊为天人,师傑真是我遇到过最好看的女人了,不仅容貌极佳,身材也是十分火辣,前凸后翘,腰细腿长,简直是个人间有物。 和师傑交谈后,我知道她是出去买菜,结果忘记带钥匙,被锁在了家门外。 按照规定,我让师傑提供她的身份证,房产证,或者是物业胎的居住证明。 不然的话,我是没有办法为她开门的。 师傑听后,微微蹙着眉,对我低声说道,师傑,我可以给物业打电话证明我确实住在这里, 但是房产证和身份证我都放在家里的,你能不能先给我开门,然后我把房产证和身份证拿给你。 师傑说话很好听,轻轻柔柔的。 这种情况很常见,也不是什么大事,我和物业通过电话后, 花了十分钟就把她家的房盗门给打开了。 其中两分钟是开锁的时间,八分钟都是在演戏。 要不然,别人看到我们两分钟就开一个锁,给钱的时候就不痛快了。 门刚一打开,我还没站起身,一个毛茸茸的狗头就往我怀里扑,舌头还在我脸上乱舔。 我吓了一跳,而这时候,师傑挡在了我面前,大声地说道,回去。 冰豆,我这才探亲,原来刚才扑过来的,是一只大金毛。 这时,师傑转过身来,弯着腰倾意地对我说道,对不起,刚才没吓着你吧? 这是我养的一只金毛,名字叫冰豆,你放心,它不咬人的。 我为了掩饰尴尬,只好笑着说道,哈哈哈哈,我知道,我其实也喜欢狗的,只是没时间养,你们家这只金毛挺可爱的。 我一边说着,一边看向师傑身后的冰豆,却没想到,我竟然看到了令我惊呆下巴的一幕。 那条金毛一直围在师傑的屁股后打转,这时看到师傑弯着腰,对对着他,他竟然直接将两条前腿搭在了师傑的背上。 师傑当时就红了脸,惊叫了一身,将背后的冰豆甩了下来。 呀,冰豆,要死啊你。 师傑用力地拍了拍金毛的大脑袋,但金毛好像不知道为什么师傑会打他,委屈地误咽了两声后,就夹着尾巴跑到了卧室里去。 师傑转过身,我看见他通红着脸,一脸的尴尬。 师傑,你先进来坐吧,我去给你拿证件。 嗯,好的。 我跟着师傑进了房间,这时候我才看到房间里的装饰虽然都是女生喜欢的样式,但也有些男人用的东西。 这时候我推辞,师傑应该是已经结婚了。 没几分钟,师傑就拿出了自己的身份证和房子的房产证。 而房产证上有两个人的名字,一个是师傑,另外一个是赵古城。 这个赵古城,是我老公。 师傑坦然地说道。 我点了点头,不再多问。 拍照记录下两个证件后,我便离开了。 离去前,我还听到师傑咬牙切齿地说道, 冰斗,你这死狗,竟然敢在外人面前这样对我,看我不打死你,只是这话的语气,不像是训狗,而像是对情人的打情骂俏。 第二章,求助电话,自从见到师傑后,我感觉我的魂都被他给勾走了。 他的电话号码我都滥读于心了,但我却一次都不敢给他打过去。 后来,我从明星花园其他业主的口中得知,师傑好像是小三上位的。 他嫁的那个老公,年纪比他大了十几岁,而且常年不着家。 周围的邻居很少能见到他老公,大部分的时候,都是他一个人在小区里遛狗。 你说说,一个老公经常不回家的女人,又养一只这么大的狗, 嘖嘖,一个上了年纪的阿婆,摇着头,一脸嫌弃地对我这么说道。 他的话,一律深长。 后来,我在明星花园的小区里遇到过师傑两次,他都在遛狗。 我想和他打招呼,但他眼睛看都没看我,想来是早就已经把我忘记了。 也是,我就是一个开锁师傅,师傑这么漂亮的人,怎么可能记得我呢? 我以后,我和师傑之间,再也不会有任何交集了。 结果没想到,在这种时候,我竟然接到了师傑的求助电话。 我听得出来,此刻师傑感到很崩溃,于是我耐心地询问他关于锁的信息。 你先不要急,慢慢说,你说你和你们家的狗锁在一起了,那是用狗的链条锁,锁在一起的吗? 不是啊呜呜呜,电话里,师傑一个劲地只知道哭,连是用什么锁锁在一起的,都说不清楚。 我在电话里听得干着急,连忙说道,这样吧,你这个手机号码是你的微信吗? 我们先加个微信,你把照片拍给我看一下,我好知道是什么锁。 没想到,师傑竟然一口拒绝道,不行啊师傅,我这个不能拍给你看啊,啊? 不能拍啊! 我听得是更迷糊了,又不能拍照片,又不告诉我是什么锁,这样我很难办啊。 我和狗锁在了一起,怎么办啊? 打不开锁呀! 呜呜呜,变化里师傑哭得很伤心,我听得心急如焚,恨不得立马赶去师傑的房间里给他开锁。 你这个,是有人把你和狗锁在一起的吗? 你是钥匙断了,还是钥匙找不着了? 一般来说是没关系的,什么锁我们都能开。 我对着师傑说道,这样吧,你给你详细地址,我上门去给你开锁。 你放心,我们只负责开锁,不会问你任何隐私,我还在说着,却听到手机里面传来一阵盲音,师傑已经挂断了电话。 这个电话让我完全摸不着头脑,我只知道一件事,就是师傑应该是和他们家养的那条大金毛锁在了一起。 但是用的是什么锁,谁把他们锁在一起的,为什么不能给我拍照片,为什么又不让我去上门开锁,这些问题我却始终想不通。 如果不是想让我去开锁,他为什么要给我打这通电话呢? 这时候,突然我的一个微信群传来消息。 13栋7-2的业主,师傑正在群里求助,我和我家的狗锁在了一起,有没有什么方法可能弄开锁? 不要开锁师傅,我想自己打开锁。 这个群是明星花园的业主群,作为一个开锁师傅,我加了附近几乎所有小区的业主群,就是为了方便业主联系我开锁。 我没想到,师傑刚挂了我的电话,转头就在业主群里求助,而且还表明了不要开锁师傅上门开锁。 随着师傑这条消息发布,业主群顿时热闹了起来,这不是13栋养狗的那个业主吗? 你怎么跟狗锁在了一起? 我就说,你人不能养狗吧,你看看这是弄的。 开锁找开锁师傅啊,你自己怎么开锁? 狗锁呀,等20分钟就好了,实在不行的话,就只能给狗打药,或者把狗打死了。 在密密麻麻的发言中,我眼睛紧盯着其中的一条消息, 到底是什么锁,等20分钟就好。 如果不行的话,还要把狗打死这么残忍? 我想不明白,而且师傑提问之后,也没用再发过消息,于是我准备去师傑家看看。 当天晚上,我连夜骑着我的电瓶车,花了20多分钟,来到了明星花园。 我站在13栋楼下网上数,看到7楼2号房间的灯是开着的,也就是说,师傑他在家。 我拿出手机,给师傑拨了个电话过去。 很快,电话便被接通了。 一通电话,我连忙说道,你好,我是你刚才打电话的开锁师傅,我现在就在明星花园,你所打开了吗? 要是没有的话,方便让我上去为你开锁吗? 电话里立刻传来,师傑有些惊慌的声音,什么? 你怎么知道,我住在明星花园? 我实话实说,我之前为你开过大门的门锁,所以对你的电话号码有点印象。 怎么样?需要我上来为你开锁吗? 我问道,不,不用。 师傑一口回绝道,我已经打开锁了,麻烦你白跑一趟了。 我摇了摇头,说道,这个倒是不麻烦,既然你已经解开了锁,那我就不打扰你了。 听到师傑拒绝,我心里还是有些失望的。 不仅仅是少了一单活,更重要的是,我没法知道什么是狗锁了。 我真的很好奇,到底是什么样的锁,能把人和狗锁在一起。 我本来以为,我这辈子可能都没法搞明白什么叫狗锁。 不过很快,一个偶然的机会,就让我知道了什么叫狗锁。 第三章,狗锁上架那天过后不久,我妈就在多次催婚无果后, 便让我去狗室买条狗回去陪她,免得房子里冷清清的,就她一个人。 并且我妈点名了,要一条狗见暖男大金毛。 我没法给我妈娶个媳妇回去,还没法给我妈整条狗回去吗? 当今我就开始在网上搜索哪里有狗室,准备去给我妈买条听话好看的金毛。 结果我在网上了解到,狗室上很多品种狗都是串串狗,是用品种狗和其他狗杂交的。 这种串串狗血统不纯,原本纯种狗身上的优秀基因,串串狗身上可能就遗传不到。 比如金毛和其他狗生的串串狗,可能表面上长得和纯种金毛一样, 但是买回去之后,金毛聪明、听话、温顺的性格,串串狗身上就完全体现不出来。 亏了钱不说,还很难伺候这种串串狗。 为了我妈以后,养狗能少费点心,我联系了一家专门做品种狗繁育的狗社,赤巨资并购了一条刚出生的小金毛。 一周后,狗社的主人告诉我,小狗已经睁眼下地行走了,可以来娶狗了。 于是我开着车,按照狗主人给我的地址去狗社,接我买的那条小金毛。 狗社开在一处别墅小区的别墅里,我来到别墅外面后,都惊了。 现在搞品种狗繁育,都这么挣钱了吗? 狗都住上别墅了,我还在为一套八十平房子的首富奋斗,现在真是人不如狗啊。 我下了车,走进别墅,犬社的工作人员就已经在门口等着我了。 你好先生,今天是来接狗,还是看狗? 工作人员问道,我回到,今天你们犬社的老板给我打个电话,说我订的狗满月了,让我来接狗。 你是程先生吧,请跟我来。 犬社的工作人员一边带我上楼,一边对我介绍,我们犬社是专注于培育纯种金毛的犬社,刚出生的小奶狗放在二楼的繁育室里,满月的小狗就可以放在三楼出售了,我们刚走到三楼。 还没走进房间,我就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,从其中的一个房间里传来,这么大的狗,能为它吃生肉吗? 少吃一点是没问题的,但主要还是要以狗粮和奶为主,毕竟光喂肉的话,饲养成本也太高了。 冷冻的肉也可以吃吗? 冻肉的话,吃之前还是需要解冻。 不过不推荐给狗吃冻肉,最好还是把肉煮熟,我好奇地推开门,发现师姐果然站在里面。 今天的师姐还是穿着一身白色的连衣裙,脸上的表情很甜淡,带有丝丝的笑意。 这样优雅大方的女人,真的很难让我把她和那天晚上向我打电话求助的女人联系在一起。 这时,站在师姐旁边的女人向我走来,对我说道,您是程先生吧? 我是这家狗舍的老板,你订的狗是这只,品相非常不错,身体也很健康,打过两针疫苗,也做了细小检测,您可以放心地带回家了。 狗舍老板指着旁边笼子里的一条小金毛,金毛很可爱,但我的眼睛却一直盯着师姐。 师姐见我一直盯着她,不满地皱了皱眉头。 我在心里憋了很久,才鼓起勇气对她说道,师小姐,好久不见。 师姐疑惑地看着我,问道,你认识我? 我点了点头说道,对,我给你们家开过门,那天晚上,别,别说了,师姐脸上露出惊慌的神色,恋色哀求地对我说道。 我识趣地将话题转到另一个方向,师小姐,你们家的那个金毛很好看啊,是叫冰豆吧? 怎么又要买条新的金毛呢? 师姐低声说道,冰豆死了。 啊?死了? 对不起,师小姐,我不是故意的。 没关系。 师姐摇了摇头,一时间,场面有些沉默。 我也没想到,当时看起来那么健康的冰豆,竟然会这么突然地死了。 这时候,犬舍的主人说道,师小姐,节哀顺便,冰豆再听有灵的话,也会希望师小姐一直开心快乐的。 师小姐点了点头,说道,谢谢你,我决定了,我就要这只狗。 说着,师姐指着狗舍笼子里,最大的一只金毛说道,这只金毛看起来有半岁了,很大一只。 至少五十斤。 像这种大狗,一般是很难卖的,买家都喜欢卖小狗,从小养到大。 不过师姐却是直接买了条大狗。 好的师小姐,那么程先生,师小姐,请你们拿上你们的爱犬,我们一起下楼喝杯咖啡吧。 犬舍主人看上去很开心,连忙让人把师姐的狗从笼子里放出来,给狗拴上轻引绳后,逼到了师姐的手里。 我则是连狗和笼子一起拿着,一起向楼下走去。 走到二楼的时候,突然两条身影拦在了我们面前。 两只大金毛、城尾、队尾的奇怪姿势,一动不动地站在二楼的楼梯口处。 呀! 师姐当即红着脸,转过了头。 狗舍主人则是微微皱起了眉,对着旁边的工作人员说道, 他们怎么不在返御室,怎么把他们放出来了? 旁边的工作人员一脸歉意地说道, 对不起社长,我刚离开樊育室的时候没有关好门,他们就跑出来了。 就连对宠物一窍不通的我,此刻也知道这两条狗在做什么。 看着师姐羞红的脸,我当时就想去驱散这两条挡在楼梯口前的金毛。 去!去! 我刚喊了两声,就被狗主人一脸着急地拦下,程先生等等,请你不要喊。 但楼梯口的两只金毛已经被我吓到了,吓得他们连忙退后了两步。 但奇怪的是,他们始终紧紧贴在一起,就算是被我驱逐,也是一起离开。 这是怎么回事啊? 我疑惑地问道。 狗社主人也向我解释起来,这是狗锁,雄性肿狗在繁育时,他们体内的两个球状海绵体会出现膨胀的情况,这时便可以使公狗的生殖器卡在母狗的体内,将它们锁在一起,直到繁育完成后才能够分开。 狗狗的闭锁交配,是它们独有的交配方式,一定不要在中途强行分开它们,否则会出现它们受伤甚至死亡的情况。 不过所死的时间也不会太久,快则五六分钟,长则二十来分钟,它们就会自动分开了。 听完狗社主人的解释,我总算是明白了什么叫狗锁了。 同时,我脑子里又回想起了那天晚上,师姐给我打电话求助的内容。 师父我想问一下,我和我们家的狗锁一起了,还能开吗? 呜呜呜,我和我家狗锁在一起了,当时我听不懂这是什么意思,但是现在我全明白了。 师姐,竟然和他家的狗锁在了一起。 那条大金毛,冰豆。 第四章,不存在的狗我震惊地向身边的师姐看去,师姐原本羞红的脸,陡然变得苍白。 他闭过我的眼神,叽叽巴巴地说道,我还有点事,我先走了。 说完,连咖啡也不喝了,直接牵着新奶的狗离开了狗舍。 我待在原地,脑子里还在尽力消化着刚才令人震惊的内容。 同时我也明白了,师姐当时是怎么自己打开锁的。 足足愣了有两分钟,我才提着笼子,和狗舍主人匆匆告别后,开车直奔我妈家。 我在开车的时候还在愣神,我始终没想到,在我心目中一向知性优雅的师姐,竟然会是这种人。 这种巨大的反差感,简直让我喘不上起来,我感到无比的心痛,惋惜和愤怒。 难道我连一条狗都比不上了吗? 我把狗交给我妈后,我妈抱着小金毛,显得很是欢喜。 而我看着金毛,只觉得一阵恶心。 这时候,我收到了师姐发来的一封短信。 师父,我觉得你对我可能有些误会,你来我家,我解释给你听。 如果是一个小时前,我收到这封短信,我一定会很开心。 但是现在,我看着他的短信,只觉得恶心。 我也没回消失,我只觉得全身的力气都被抽干了,只想好好睡一觉。 从那天起,我感觉每天干活都没精神。 下一个周末,我把我的发小孙凯喊出来喝酒解愁。 孙凯和我从小玩到大,上了同一个小学,初中,只不过他考上了高中,而我却读了一个职高。 孙凯高考发挥得不错,考上了警察学院,现在已经是附近派出所的副所长了。 喝酒的时候,我紧缩着眉头,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。 孙凯好奇地问道,你怎么回事啊,喊我出来喝酒又不说话,就一个劲地抽烟。 我长叹了一口气,说道,老弟,你说我虽然不算是非常优秀,但我也不算差吧? 怎么我连一条狗都比不过呢? 听到我的话,孙凯乐了,笑呵呵地问道,哦,你这是怎么了? 你好好的一个人,为什么要和一条狗去比呢? 可问题是,我连一条狗都比不过呀。 我一边喝酒,一边将师姐的事情告诉了她。 她听得也是瞪大了眼睛,嘖嘖称奇。 嘖嘖,现在的女人可真会玩,这也太奇葩了。 我痛心疾首地说道,你说师姐她要身材有身材,要相貌有相貌,什么样的男人她找不到? 她为什么要和一条狗闹啊? 谁知道呢,个人喜好咯。 孙凯一边说,一边笑着喝酒,但很快,她就笑不出来了。 等等,你说的这个师姐,是不是明星花园小区的业主,养着一条大金毛,金毛名字叫什么冰果来着? 是冰豆。 我纠正道,同时我也好奇地问道,你认识她? 你怎么知道,她的狗叫冰豆? 孙凯愣住了,突然问道,师姐给你打电话那天,是几号? 几号? 我翻了翻手机的通话记录,说道,8月24号啊,怎么了? 8月22号。 孙凯瞪大了双眼,说道,可是她8月20号曾经到我们派出所报警,说她的狗冰豆丢了。 现在那张寻狗的消息还在我们派出所的公示栏贴着呢? 她怎么可能在22号给你发消息,说她和她的狗所在了一起? 听到孙凯的话后,我也愣住了,犹豫了一下说道,可能她的狗在22号前被找回来了。 可是不对啊,我上次碰到师姐,她跟我说她的狗死了呀,还去买了条新的半岁狗。 我得走了,你急着买单啊。 孙凯眼神一动,突然站起了就跑,我傻愣在原地,最后还是请她喝了顿酒。 第五章,养狗的真相,过了差不多半个月,孙凯突然给我打了个电话,语气里有说不出的轻松。 好兄弟,这次该我请你喝顿酒了。 晚上,孙凯约我出来吃烧烤,我好奇地问道,今天是什么大喜事啊,能喝上你请的酒。 孙凯对我笑了笑,说道,这还得多亏了你啊,要不是你透露的信息,这个案子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被发现。 啊,我还帮你破案了? 我疑惑地问道,当然。 孙凯给我倒了一杯酒,说道,你还记得你和我说的,那个和狗锁在一起的女人吗? 她涉嫌谋杀亲夫,已经被我们刑事拘留了。 啊,我惊讶地,差点把手里的酒杯甩出去,到底怎么回事,你跟我说说。 原来,最近施杰和他老公一直在吵架。 施杰原本就是小三上位,逼走了原配后,才和他现在的老公李温如在一起。 但一个人因为什么原因和你在一起,他就会因为什么原因离开你? 李温如最近迷上了另一位年轻漂亮的女人,天天和他私混在一起,连家都很少回。 施杰闹过,吵过,但都没啥用,施杰一气之下提了离婚,施杰的老公竟然直接答应了。 这下,施杰就慌了,因为施杰从结婚以来就没上过班,一直都是花着李温如的钱。 离婚后,施杰直接就没有了经济来源,为了能继续过现在的生活,施杰决定要挽回李温如。 而22号那天晚上,李温如刚好就回了家,于是施杰拿出酒,还有他新买的情绪手铐、脚铐。 趁着李温如喝醉的时候,施杰用手铐和脚铐,把自己李温如绑在了一起。 就在施杰和李温如要重操旧爱的时候,李温如的新欢给他打电话,希望李温如能去陪他。 于是,李温如让施杰解开手铐和脚铐,但施杰正气在头上,死都不解。 李温如一气之下动了手,施杰被打击了,头脑一热,竟然用刀捅死了自己的丈夫。 李温如失血过多死后,施杰才冷静了下来,想用钥匙打开锁。 但这些情趣手铐都是劣质产品,钥匙竟然打不开手铐的锁,情急之下,李温如才会选择打电话找开锁公司求助。 我听到这里,咽了口唾沫,才说到,也就是说,施杰当时说的狗,其实指的是他的老公李温如。 而他不给我拍照,也是因为他怕我发现他失手杀了李温如。 没错,孙凯点了点头。 这样一来,很多事情也就解释得通了。 为什么施杰半夜给我这个开锁师傅打电话,因为他要开情趣手铐的锁? 为什么不给我拍照,因为他怕我发现他失手杀了李温如? 为什么不让我上门开锁,也是怕我发现他失手杀了李温如? 而他把李温如说成狗,也是不想我发现他杀了李温如。 至于什么狗锁,那纯粹是因为我在狗舍看到那个场景后,我自己想歪了。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,我始终不明白。 那他是怎么自己打开的锁呢? 我疑惑地问道。 孙凯点了一根烟,说道,他把李温如的手脚砍了下来,让自己可以自由活动后,第二天去外面找了一位开锁师傅开的锁。 而且他把李温如切碎后,全部冻进了冰箱。 我们抓捕师傅的时候,他正在为他新养的那条金毛,吃李温如的肉。 听到这里,我顿时感到一阵毛骨悚然。 我终于知道,师傅为什么要买那条半岁的大金毛了。 这时候,我突然想起那天,师傅给我发的短信。 他让我去他家里做作,他亲自解释一些事情给我听。 顿时,我惊起了一身冷汗。